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得不吃 因为如果你有病 那学佛就是说要 简单的说要觉得自己有病 但是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病 因为认为现在快乐就好 不过学佛的人 他要有 第一个他要有眼光 看得很远 不能活在现在的快乐 要看得很远 而且要去思维 想到来世 来世会如何 这个就代表解脱道 那第二种就是 看得很宽 他不是光想到自己的未来事 他想的是 其他人 其他众生 怎么样的让他们快乐 这个就是慈悲心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看得很远 看得很宽 这个叫佛性 所以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都有佛的心态 那你愿不愿意 就像一个蜡烛本来就可以点燃 但是你不去点 太浪费了 所以我们都具足帮助众生的能力 只要你愿意 所以佛 还没有成佛 他也是个凡夫 但是他发起了菩提心 慢慢慢慢的去慈悲 终于最后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过这种生活 可以帮助自己 又可以帮助众生 我们下车的讨厌 我们下车的讨厌 点灯 我们下车的讨厌 我们下车的讨厌